花蓮市食物银行获得来自桃园的 一丝碧提国际股份公司 捐赠了一千多瓶的洗法金和沐浴乳 为食物银行物资存量在天助益 市长魏家燕表示 洗木用品是食物银行最缺乏的物资 非常感谢企业如此慷慨 相信可以为弱势族群带来很大的帮助 一丝碧提国际股份公司远从桃园来到花蓮 捐赠了一批高级的洗法金和沐浴乳 挹注花蓮市食物银行 总经理陈瑞生表示 这是他们事先经过询问 决定要赠送更实用的物资 给予最有效的帮助 这一次我们提供的这个洗木产品 洗木产品 那其实我们也是跟在全台湾的安家食物银行调查过 就是一般来说洗木产品是比较少数被捐赠的一个物资 那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就是除了公司除了在高顶富康巴士的一个捐赠之外 那其实我们也在思考 我们到底还能够究竟为这个社会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式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 那后来经过调查之后 以这个少数的物资 那我们也开始在琢磨这个洗木产品 让一般弱势的朋友 他也能够跟一般正常的家庭一样 能够拥有提升生活品质 这些洗法金和沐浴乳单价不便宜 市长魏家宴感谢企业捐赠高级的洗木用品 让弱势的民众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一事必提国际公司 那陈老板也带着我们所有的员工来捐赠 来到食物银行捐赠我们的洗木的一个用品 那将近我们的洗木用品是一千多品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食物银行最缺少的就是洗木用品 那真的非常感谢陈老板 以及他的团队的一个用心 那也希望说如果还有要 不管是企业个人 还是要捐赠我们食物银行的 都可以跟我们社劳客这边做联系 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感谢我们 所有的捐赠 谢谢你们的协助跟帮忙 市长卫家宴欢迎企业社团踊跃捐赠实物银行 也呼吁有急难需求的民众 可以到花莲市实物银行 申请领取所需要的民生物资 借旅会幻视报道